屏幕前的小朋友,你好! 我是苏州工业园区汉林小学的唐老师 很高兴和大家相遇在江苏省空中明师课堂 共度学习之旅 想要学得好,习惯很重要 请你在上课前准备好语文书 做好学习准备哦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位新朋友 你们想知道他是谁吗? 请你们先猜谜语 猜对了,他就会出来和大家见面 头戴红帽子 身穿白袍子 说话伸脖子 走路摆架子 相信你一定猜出来了吧 对了,这就是鹅 唐朝的时候,有位大诗人 名叫洛宾王 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和王伯、杨炯、卢兆林一起被人们称为出唐四节 小时候的他和你们一样喜欢小动物 在他七岁的时候有一天到池塘边散步 就看到了这样一副场景 你能说说从图上看到了什么吗? 我看到小河很轻 河中间有两只白鹅 我发现白鹅 我发现白鹅弯曲着脖子 好像在唱歌 同学们观察的真仔细 蓝天下 一群白鹅昂着头 在朝天嘎嘎嘎的叫着 好像在唱歌 雪白的羽毛 飘浮在碧绿的水面上 红红的脚掌画着轻轻的水 就像船桨一样 七岁的洛宾王和你们一样 被这美妙的景象吸引住了 写下了一首小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永鹅 请你试着自己来读一读这首古诗 不认识的字可以问问爸爸妈妈 注意要把每个字音读准确哦 试试看吧 想要把古诗读好可不简单 不仅要读准字音 还要把诗句读连贯 请你仔细听老师读 看看老师在哪些地方停顿了一会儿 也可以模仿着老师的样子来读一读 永鹅 想像天歌 白毛福利树 红掌波青波 看 注意了停顿 这古诗读起来就更有味道了 小朋友 古诗的题目是永鹅 你知道永是什么意思吗 永就是歌永 这首诗就是在赞美鹅 请你读读古诗找一找 古诗中分别描写了鹅的哪些部位呢 打开语文书 翻到第十六页 跟着老师一起来圈一圈画一画吧 瞧 古诗中 洛宾王描写了趋向 白毛 红掌 这三个部位 这里最难理解的就是趋向了 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趋向就是弯曲的脖子 请你跟我把这三个词读好 趋向 白毛 红掌 前一句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写的是洛宾王听到鹅的叫声 看到他们弯曲着脖子 在对着天唱歌 这写的是鹅叫的神态 第二句 白毛浮绿水 红掌 拨青拨 则描写的是一身雪白的羽毛浮于绿水之上 红色的脚掌 拨动着清澈的水拨 这是鹅在水中 稀稀的情景 老师告诉你 读古诗的时候 如果能想象着画面去读 就能把古诗读得更优美呢 你也来试试吧 请你观察图画 想象画面 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分句都读好了 那整首诗的朗读 一定难不倒你 你愿意来试试看吗 请你想象着画面 自己读一读这首诗 老师发现 老师发现 这首诗的后面三行 都是五个字的 老师想跟你们接龙读 我读开头和前两个字 你们接后三个字 老师读红色的部分 你读蓝色的部分 准备好了吗 小朋友们在家里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配合着读古诗哦 其实啊 这首诗读出来好听 唱出来也一样好听 想不想听听看 让我们一起来学着银一银唱一唱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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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上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轻波 红掌波轻波 课后 如果你能试着把它背下来就更了不起了 你能填上诗中空缺的字词吗 你答对了吗 小朋友 刚才我们学习了一首关于鹅的古诗 老师这儿呀 还有一首课外的古诗想推荐给你 这首诗写的也是一种小动物 有兴趣来读一读吗 老师读给你听 请你仔细想 古诗写的是谁 头上红冠不用裁 满身雪白走将来 平身不敢轻言语 一叫千门万户开 你能猜到他是谁了吗 对了 这首诗写的是一只公鸡 这首诗是明朝杰出的大画家唐颖 也就是唐伯虎写的 他非常喜欢大公鸡 不仅为公鸡画了一幅画 而且还为他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诗的题目就叫画鸡 古诗里写道 公鸡的头上戴着火红的鸡怪 不需要刻意修剪 天生就长得这么漂亮 满身雪白的羽毛 就像身披一件白外套 神气十足 骄傲又美丽 写出了公鸡威武的样子 公鸡不仅长得漂亮 还很能干 他从来不轻易提叫 医生都在为我们打鸣 从来不偷懒 只要一听到公鸡打鸣 人们就起床 开始新的一天了 所以公鸡一叫 就千门万户开 这真是一只既漂亮又神气 又能干又勤劳的公鸡呀 小朋友 你喜欢这只公鸡吗 请你跟我一起读一读这首诗吧 画鸡 画鸡 唐颖 头上宏观 不用才 满身雪白 走将来 平身不敢 轻言语 一叫千门 万户开 除了这两首小诗 其实还有不少关于小动物的古诗呢 课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去找一找 把它推荐给其他小伙伴哦 小朋友 刚才我们一起读古诗 唱古诗 背古诗 学得多快乐呀 今天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小白兔和小灰兔 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第17页 看着故事 老师来读故事 可要仔细看哦 等会儿老师可要考考你呢 小白兔和小灰兔 老山羊在地里收白菜 小白兔和小灰兔来帮忙 收完白菜 老山羊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灰兔 小灰兔收下了 说谢谢您 老山羊又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白兔 小白兔说 我不要白菜 请你给我一些菜籽吧 老山羊送给小白兔一包菜籽 小白兔回到家里 把地翻松了 种上菜籽 过了几天 白菜长出来了 小白兔常常给白菜浇水 施肥 拔草 捉虫 白菜很快长大了 小灰兔把一车白菜拉回家里 他不干活了 饿了就吃老山羊送的白菜 过了些日子 小灰兔把白菜吃完了 又到老山羊家里去要白菜 这时候 他看见小白兔挑着一袋白菜 给老山羊送来了 小灰兔很奇怪 问道 小白兔 你的菜是哪来的 小白兔说 是我自己种的 只有自己种 才有吃不完的菜 故事讲完了 小朋友 你听明白了吗 你知道 故事中的主角 是哪几个小动物呢 对了 他们是小灰兔 老山羊 和小白兔 老山羊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白兔和小灰兔 他们都收下了吗 没有 小白兔收菜籽 嗯 小灰兔 嗯 小灰兔收白菜 是啊 小白兔拿了菜籽后回家做了哪些事呢 跟着我一起来说一说吧 小白兔 小白兔 是啊 小白兔 小白兔做的这些事都叫劳动 只有自己付出劳动了 才有吃不完的白菜 这是小白兔告诉我们的道理 小朋友 请你想想 故事的最后 小灰兔听了小白兔的话 他会怎么想 怎么做呢 我觉得小灰兔也会向小白兔学习 做个爱劳动的好孩子 是啊 老师希望你也像小白兔一样 做一个爱劳动爱助人的好孩子 小朋友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在家里一起演一演 爸爸妈妈演小灰兔 小朋友们演小白兔 还可以加上自己的动作 故事一定会变得更加有趣 也特别欢迎你把这个故事讲给身边的小伙伴听 看看谁是生活中的故事小明星 小朋友 今天我们跟着大诗人洛宾王 一起来到食堂边迎送了古诗永俄 还和老师一起读了故事小白兔和小灰兔 老师希望你在生活中也多和爸爸妈妈一起读故事 做一个爱读书的好孩子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小朋友再见 小朋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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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